CMC来进行 那么今天在这么美好的一个聚会的里面 本来美好的时代的里面 本来不应该讲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 但是因为上个礼拜下雪 本来我是上个礼拜讲的 上个礼拜下雪 所以就排到今天了 排到今天 我本来以为不是我讲 是昨天看到了肖慕斯的email 我才知道今天原来是排了我 所以今天早上三点钟 我起来把这个powerpoint整理了一下 我们现在我只有半个小时 如何理解精神病 第一 中国传统医学的里面 没有精神病的观念 这个不需要我讲 所以19世纪以前 西方精神病院都是教会来管理的 你去土耳其 第一世纪 第二世纪 第三世纪的基督徒 就已经有医院来照顾这些精神病的人 所以基督徒在精神病的参与的里面 一直几千年来都是做这个事情 那么过去150年 医学跟心理学就尝试来对理解精神病这个事情 提出一些答案 那么以科学来理解精神病 并且提出治疗 精神病跟心理学很可惜 一直对宗教的信仰敌视 可是这个态度最近15年有明显的改善 因为他知道 敬仰其实对精神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今天我不讲这个 好 我希望大家知道 圣经与科学不应该是有矛盾的 为什么圣经是神特别的启示 大自然是神一般普通的启示 所以既然这两个启示都是出于神 圣经的启示跟大自然的启示 理论上不应该有矛盾 科学是研究神在大自然里面的启示 既然神是特别启示与普通启示的源头 正确考证的科学跟正确圣经的解读 不应该有矛盾的 我盼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 我礼拜五的时候在南区讲了一个 这个成立的问题 我也是从这个角度 科学跟圣经的角度来讨论 完了之后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他来了教会 我不知道他来了多少年 他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 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任何的事情 我盼望我们的眼光不要太狭窄 我有点惊讶 坦白讲我有点惊讶 为什么 既然来了教会有这么多年的人 居然没有听过有这个想法 圣经是神的启示 大自然也是神创造的一个启示 如果这两个启示都是出于神的话 这两个不应该有矛盾的 圣经与科学只是一个不同层面 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圣经解答的是终极的问题 意义的问题 解答的是一个why的问题 科学是解答机制的问题 一个how的问题 所以两个不应该有矛盾的 我盼望我们先从这个理解的里面来讲 我就不讨论详细的情形了 精神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圣经的角度 说精神病是人与自己的矛盾 是邪灵鬼附的一个现象 原因是人与神隔离 灵性软弱 所以会得精神病 解决是悔改重生 灵命更新 用教会生活来扶持 这个是圣经直接解读的一个讲法 很好 精神科学就不是了 精神科学说 精神病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疾病 原因是基因跟环境互动产生的大脑功能紊乱 所以是从基因跟环境的互动里面来解释的 解决的办法是从药物的治疗跟辅导 那你说这两个看法这么不一致 我们能够调和吗 当然可以 从一个角度里面 我们需要治病 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来讲 我们需要找到人生的方向 需要找到弟兄姐妹的扶持 找到人心灵里面的平安 找到了弟兄姐妹的爱 这些不能从科学里面来找到 只能从圣经里面来找到 这个是明显的事情 这个是神两个启示不一样的途径 不一样的领域 不一样的方法 这个不是矛盾 这个只是他们不同的领域 所以我们来看 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很多人说这个是精神病是鬼父 我一次十几年前 我去我们附近的教会讲这个题目 那个时候这个没有想很清楚 那么就有人问我 那你看过鬼父 我说我没有看过 你相信鬼父 我说我相信 你认为精神病是鬼父吗 我说我相信精神病并不是鬼父 结果这个话讲了之后 以后我不能再去这个教会 讲任何的讲座 这个教会的牧师 明显告诉他们的弟兄姐妹说 徐里强讲 你不能去听 这些事情就是 叫我十几年来 我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里面 不能解决 这是我去北京的时候 有个人同样问我一个问题 精神病是鬼父吗 我突然就把这个过去十几年 这种我自己没有想清楚的问题 突然神怜悯我 把它想清楚了 所以今天跟你们来讨论 我知道 anyway 那么精神病可以不同的角度来看 它并不是矛盾的 那圣经里面 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 因为圣经里面对精神病的一些案例 明显是用一个鬼父的角度来解读的 我等会给你看 不单如此 你要知道 不单如此 圣经的里面对很多的病 都是以鬼父的角度来看的 你不要以为单是精神病 你不要以为圣经歧视精神病 圣经对所有身体的病 很多都认为是鬼父的结果 我们来读这个情况 好 我们先看这个精神病的案例 扫罗王行为失控怀疑 胡人乱语 可能是双向症的表现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呢 因为呢 这个圣经一样讲 从耶娃那里来的恶魔 又降在扫罗的身上 他就脱了衣服 那这个明显是这个行为失控的一个表现 在萨姆尔前感受 说话 一皱一 陆体来躺 这个呢 明显 我自己觉得了 现在情形看来 应该是所谓双向症的一个表现 那加上呢 他这种的怀疑 我们叫偏疾 我们叫怀疑症 paranoia 就是呢 这个疑心病 疑心病很重 他说你们 他对他的臣子讲 他说你们都 结党了害我 其实没有人要害他 我的儿子 与耶稀的儿子结盟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这个他儿子 越南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孝顺的儿子 但是呢 他说呢 他们没有人告诉他 我的儿子挑出我的臣子来谋害我 就到如今的光景 也没有人告诉我 为我来忧虑 你看呢 这个是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偏急 他的这个错觉 他的这个怀疑 那这些加起来的时候呢 你说 从星天的角度来看 明显是一个双向症的一个表现 好 那么新月的时候呢 就 就月呢 好像就是这个例子而已 没有看到别的例子 新月的时候呢 这个 观念呢 就 就宽广了很多了 在新月的里面 福音书的里面 有时候呢 他认为身体的病也是鬼父的结果 这些身体的病呢 很可能是有结构跟气质的改变的 气质是我从中国大陆里面学回来的一个term 我从来没有在国外听过有人用气质这个词 很多人问我 抑郁症是气质性的吗 我说什么叫气质性 好像呢 这个很无知的样子 后来呢 这个 问了才知道气质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国外的意思 叫结构 还是生理的想法 他们不用这个词的 所以我呢 这个用气质 你们觉得我是比较有教育的人 这个有气质跟结构的改变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亚巴 举例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节 那里呢 他讲了一个亚巴 马可福音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故事 耶稣赶出一个人 是一个亚巴的鬼的 鬼出去了之后 亚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息息 但我们今天看病人 这个亚巴是什么解释 我等会给你来理解一下 驼背 路加福音的驼背 有个女人被鬼负责 病了十八年 腰弯的一点不能指起来 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 对他说 女人你脱离这病吧 于是用两手扶着他 他立刻就指起腰来 归荣耀于神 你看这个是鬼负 也可以造成驼背 好 那所以你今天如果是说 精神病是鬼负的话 那你要看到街上面 走路的驼背的人也是鬼负 这个亚巴不会讲话的 也是鬼负 你要这样想法 最少要这样想法 好 那我们再看 又瞎眼又哑的一个人 有个人 马太福音 有人将一个被鬼负责 又瞎眼又哑巴的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你看 这个眼睛瞎眼看不到 你今天我们中间老人很多 我自己也开过刀 眼睛瞎眼很多理由 这个白内障 可能是一个其中一个理由 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是不是白内障呢 但是耶稣呢 在这里所讲的 门徒讲的 这个是被鬼负的一个现象 我们等会来讨论这个事情 好 马可福音呢 就一个癫痫 而且哑巴的人 这个明显是一个大脑受伤的一个 一个 一个孩子 他大概出生的时候 在生产的过程的里面 大脑受了伤 所以不能讲话 而且有癫痫病 也可能是脑贪 这些都是生产出生的时候 出问题的一个后遗症 好 无论怎么样呢 他觉得这个是鬼负 我们来看 然后呢 格拉森那个坟墓里的群鬼了 那明显就是一个双向跟分裂症 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 这个鬼 但是他认为这个是群鬼 而且耶稣把这个群鬼 里面去 其他鬼负的记载 跟精神病双向症分裂症 都是相似的 我们再来慢慢再来看这个事情 好 那这个癫痫症的咬巴的小孩 有个人 跟耶稣讲说 老师啊 我的儿子有个咬巴的邪灵 负责他身上 无论在哪里 只要邪灵抓住他 把他摔倒在地 他就口秃白沫 咬紧牙关 全身僵硬 这个是癫痫的表现 Grandma seizure 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前面来 邪灵一看到耶稣 立刻叫这个孩子 剧烈的抽风 倒在地上 打滚 口吐白沫 耶稣对问孩子的父亲说 这个事情发生已经多久 他回答说 从小就这样 一说 生出来就这样 好 那么 耶稣对他说 如果你能相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那孩子的父亲就说 我信 但我不信之处 求主帮助我 耶稣就斥责那个乌灵 说你这荣雅的邪灵 我命令你 从他里面出来吧 不可再进去 邪灵喊叫了一声 死儿子 死孩子 激烈的抽风 就出来了 孩子变得像死人那样 抽风之后 这个人会 好像死人一样的 耶稣扶着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好 这个是圣经的记载 我们怎么解读 我等会来 跟你分享一下 群鬼的事情 马可福音五章 每个三个公关福音 都有这个记载 他们来到了 格拉森的地方 有一个被乌灵 附身的人 住在坟地里面 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有铁链 也不行 很多人说 鬼父 其中一个证据 就是他特别大力 如果你到我们 精神病院里面 来看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 都是要几个巨大的人 每次这个 精神病发的时候 我都躲得远远的 我不敢去 跟他们 这些力量是特别大的 这个不是鬼父的现象 有人说 讲话变声音 就是鬼父 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没有了解的人 才这样讲的 我那是在教会这样讲 大家就不许我以后讲话了 我希望这个教会 不会这样 肖牧师在这里 希望肖牧师听了之后 不会跟何牧师说 以后许里强讲话 你不能给他上台 我希望不会这样 好 那么anyway 他总是争断这个铁链 打碎这个脚链 没有人的制服他 不管黑夜白昼 他常常在坟地 跟山上喊叫 用石头砍自己 他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 向他下摆 向他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我借着神 恳求你 不要折磨我 这是因为 耶稣对他说 你出来 乌灵你出来 离开这个人 耶稣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 我们叫军团 因为我们众多 那些乌灵就要求 耶稣说 求你打发 那我们到猪群里面去 把耶稣准许了他们 乌灵就出来 进入猪里面去 那里的猪 大概有两千头 从山崖冲到湖里 就淹死了 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精神病 但是他认为 圣经认为 这个是鬼父的现象 我们怎么来理解 其他的新月 也有同样的经文 保罗在菲利比的 这个背语 是一个双象症的 一个例子 然后呢 这个鬼父的人 打伤 以发所犹太人 祭司的七个儿子 我想也是 双象症的一个表现 这些我就不讨论了 你们回去自己再找一找 如何解读鬼父的经文 第一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里的记载 的鬼父是事实 不是迷信 如果我们说点这个是迷信 那就简单了 我不是这个想法 我没有这个想法 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圣经记载是鬼父的事情 我都相信 我不是认为这些是错误 还是他们错误的解释 很多人现在 新解圣经说 这是错误的解释 我没有这个想法 我并没有这个想法 我相信圣经所讲的 都是literally true 这个是事实 就是这样 好 那怎么解读了 关键 这个病 跟非鬼父的病 有不同吗 这个是关键 我突然想通的 是想通这一件事情 鬼父的病 跟非鬼父的病 有没有不同 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 不是有没有鬼父的事情 乃是鬼父的病 跟非鬼父的病 有没有不同 癫痫是 可以是鬼父 也可以 绝大部分的癫痫 不是鬼父 今天你的小孩 这个 有癫痫 我相信你不会觉得是鬼父的 如果是 是的话 那鬼父的癫痫 跟非鬼父的癫痫 有什么不同 鬼父的驼背 跟非鬼父的驼背 有什么不同 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我突然想通了 感谢神 我突然想通了 是神自己给我的怜悯 所以这个是关键 关键不是 有没有鬼父 我们都相信有鬼父 关键是 鬼父的病 跟非鬼父的病 有不一样吗 鬼父的瞎眼 鬼父的咬巴 跟非鬼父的瞎眼 非鬼父的咬巴 有不一样吗 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你清楚我的意思吗 清楚了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刚才所读的 经文的难处 就没有了 我们来看 关键在这里 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所以以后 我再去 如果这个教会 再请我去的话 他们问我 这同样的问题 我会跟他讲说 这个不是一个鬼父 还是不是鬼父的问题 问题是 鬼父的病 跟非鬼父的病 有没有不相同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好 那么一般 非鬼父的病 都有结构 气质的改变 又是这个词了 气质 我打这个Microsoft 它不出来的 这个气质 所以Microsoft 也是没有学问的人设计的 Microsoft 中文的工程师 software 不是中国大陆受教育的 大概是在香港 所以 这个一般 非鬼父的病 是有结构性的 structural 跟气质的改变 我现在 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 驼背 它有一个气质性的改变 叫它驼背的 瞎眼 它有气质性大脑的改变 叫它驼背的 哑巴 它有气质性的改变 叫它不能讲话的 你清楚我的意思吗 好 如果你清楚了之后 你又知道 一般非鬼父的病 都有结构 跟气质的改变的 那鬼父有没有了 这个就是问题了 圣经鬼父的案例 不知道有没有气质改变 问题就在这里 圣经里面记载的 既然当时没有这个测试 没有X光 没有 验血 没有这个MI 什么都没有 那你怎么去找出 这个气质的改变呢 你知道啊 这个病的气质的改变 是过去50年的里面 我们西方的医学 才慢慢找出来的 以前我读医学的时候 六七十年前 我在香港大学 其实是一百多年了 国父是我的同学嘛 我在北支大奖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说 我是国父 孙中山先生的同班同学 他们不知道 孙中山是谁啊 他举手问我 谁是孙中山了 真奇怪 今天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有改变了 Anyway 无论怎么样 我们以前读的时候呢 很多啊 这个 我记得呢 这个 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来跟这个教授辩论 这个 他说中医这样看法 有什么不对了 这个没办法跟他解释 因为呢 我们当时对气质性的改变 这个了解很少 这最近50年 我们才对病有些了解的 我们会给你解释 圣经鬼附的案例 问题就在这里了 究竟圣经鬼附的案例 有没有气质的改变 癫痫的小孩有大脑的毛病 因为他从小就开始 而且他是哑巴 你又知道呢 这个是大脑受伤的一个表现嘛 好 关键的问题 今天鬼附造成的病 有同样结构跟气质性的改变吗 这个是你要问的问题 你说我相信今天这个人的病是鬼附的 那你要告诉我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鬼附的病啊 有没有这个结构跟这个气质的改变呢 如果有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问题是这个 不是呢 有没有鬼附的问题 你要相信鬼附 你尽管相信鬼附 问题是 有鬼附的病跟没有鬼附的病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气质跟这个结构的改变的 好 我们先来讨论精神病的分类 精神病不是一种的 精神病呢 有情绪类的病 抑郁症 焦虑症 强迫症 双向症 色识症 也都叫情绪病 那么思觉失调 就是思维失控的 分裂症 怀疑症 双向症 这种 失事症呢 就是老人世代症 这个老人失事症 阿尔斯莫症 小孩子呢 是多动症 弱智 自闭 这些呢 有他自己的不一样的一个分类 有些精神病跟身体的病状不容易理解 所以很容易被人认为这个是鬼附 好 等会举一些例子 比如鬼压 我在这个中国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大学毕业生 他去找牧师 要他找师母 要他赶鬼 这个师母呢 要求他先来看我 他不相信 他是什么事情 他这个焦虑症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常觉得 半夜突然醒过来 在半睡半醒之间 觉得胸口很重的压 压住 不能呼吸 这个是 panic attack 这个是 这个是 焦虑症 恐慌症 但是呢 中国人叫他做鬼压 我以前在这个 Peacebook的时候 有一个大学生 就是有这个鬼压的 那么我把他治好了之后 带到教会 他信主了 我离开了之后 这个牧师又跟他讲说 你这个鬼压是 鬼附在你的身上 跟他赶鬼 赶了十七次 这个牧师 他自己跟我讲 赶了十七次 而且呢 叫他要吐出来 要把这个污鬼吐出来 结果呢 这个当然不好 他开始的时候 相信这个牧师 鬼压 他相信这个是鬼压 我跟他讲说 这个是焦虑症 他不相信 后来不相信 开始的时候相信 后来呢 他连基督徒不做 现在我都找他不到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这个人来找 在北京的时候 这个人来找这个师母 要他赶鬼 我告诉他说 这个是焦虑症 他不接受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来告诉我 说他的胃抽筋 胃抽根 胃抽筋是焦虑症的表现 不是胃有毛病的问题 我跟他这样讲 他不相信 那我怎么讲 我只能在这里 给你讲一些讲座 你听了之后 相信不相信 这个又是我刚才所讲 神能够做更大的事情吗 他能够把现实与理想 来接连起来吗 我就不知道了 Anyway 鬼压癫症 以前都认为 这个是 以前都认为 这些是鬼腹 情绪失控 思维错乱 大家都认为 这些是鬼腹 跟错乱的事情 有一次有个教会告诉我 他们照顾一个 为什么来找我 因为这个人要回国了 他说 这个人十几年来 都是有这种思维的错乱 觉得人家跟踪他 下毒 要谋害他 他听到幻听 有声音跟他讲话 是鬼的讲话 他们都用 十几年 用赶鬼跟祷告 来治疗他 后来要回国了 要去坐飞机 没有办法来找我 他说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说这个是分裂症 他不相信 好 那所以 这些怎么讲 可是精神兵也都有结构 跟气质的改变 鬼压这个感觉 有气质结构的改变 癫症有气质结构的改变 情绪失控 思维错乱 有结构跟气质的改变 焦虑症 不停担心 把事情想得最坏 你去照胃镜的时候 他就把你的胃弄破 照肠镜的时候 他就把你的肠子弄坏 这种焦虑 就是这个焦虑症 好 紧张不能放松 头晕 要昏过去 要晕过去 头疼 直吸手发麻 心跳加快 心疼 冒汗 发抖 血压高 身高 胃疼 刚才我讲 胃抽筋 胃疼 泻肚子 晚上有鬼压 躺下去 睡不着 重复做同样的噩梦 这叫焦虑症 焦虑症 我给你看其中一个图 当你焦虑症发的时候 你整个叫中脑 电源通道 整个活跃 非常活跃 所以你这个人觉得很惊恐 特别是这个 这个陶和体 特别的活跃 所以你会有这种惊恐的感觉 双向症 伤害症 百分之十五的抑郁症 会变成造狂的 需要问抑郁症的人 有没有兴奋的时候 情绪高昂 兴奋 充满自信 讲话特快 脾气失控 暴躁 冲动 打人 骂人 自大错觉 有特异的功能 精力旺盛 坐不住 不需要睡眠 大量花钱 开车超速 冒险 投资 这种 过了一阵 过了一两周 这种高昂的情况 会跌到低谷 抑郁的低谷的里面 所以你看这个 美国在这个 很多地方 枪杀 在美国过去三年 有十几个 从过去六年 有十几个个案 是杀很多人的 大概超过一半的人 是双向症 还是怀疑症的人 不治疗 你单靠赶鬼 对这个事情没帮助的 你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种情形 就是因为美国对精神病 不愿意投资进去 好 那大脑 造狂症 大脑功能过分的活跃 中间那个是 中间这个人 是造狂症 上面这个人是 偏正常 下面是 情绪低落 这个抑郁症的人 抑郁症的人 大脑功能很低 造狂的人 大脑功能很高 这些我们不讨论了 分裂症 一般十七岁 大二十五岁 开始 开始的时候 思路不正常 讲话没有条理 语无人次 有幻听 自言自语 自己笑 怀疑 他常常觉得人家要攻击他 偏执 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 失去兴趣跟冬季 不能上学 不能工作 在家里 你有个儿子 在家里几个月不能出门 你要想这个是分裂症的 其中一种 他可能是抑郁症 加上分裂症了 不过这些都是需要治疗的 不治疗 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 自闭 不可能打架到躲在家里 有些人的人觉得是鬼跟神 跟他在讲话 也可以有造狂 还是抑郁的症状 我很快讲过 时间已经到了 怀疑别人攻击自己 分裂症有大脑皮层的减少 这个是气质性的改变 这个气质性的改变 前脑功能减少 所谓白层减少 前脑功能减少 这个大脑萎缩 脑失增大 这些都是精神病的 这个阿尔斯莫症 这个我不讲了 这个是阿尔斯莫症 结构性的改变 鬼附于精神病 我们来看 因为这个病状不可理解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是鬼附 鬼压一般都认为是鬼附 目前精神病是大脑功能的混乱 结构气质功能的改变 是可以测试出来的 圣经里有些鬼附的案例 跟非鬼附非常相似 如何解读呢 关键就是鬼造成的病 刚才讲了 跟非鬼附有分别吗 非鬼附的病都有气质的改变 鬼附的病呢 有没有同样的改变 我们就搞不清楚了 我等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鬼附跟非鬼附有分别 应该不同处理 比如用感鬼 如果非鬼附的病 跟鬼附的病 确实是有分别的 那应该不同处理 应该用感鬼 如果没有分别呢 那我们应该照 治疗的原则来处理 你想一想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合理的 今天我们不需要讨论 是不是鬼附的问题 就是这个病 本身有没有分别 如果有分别 用感鬼 如果没有分别 用治疗 你可能说 你看过很多鬼附的事情 很多人告诉我 说在台湾 在印尼 看到很多鬼附的事情 关键的话 你有见过 没有气质性改变的病吗 这个关键在这里 你说这个人是鬼附 你去测试他 完全是正常的 你可以说 你可能有理由 说这个是鬼附 你还要排除这个 抑郁症 抑郁症就是 谢斯迪 Histeria 谢斯迪里症 你要排除那个 排除了之后 你就可以说 这个是鬼附的 关键在这里 你见过 没有气质性改变的病吗 这个是问题 病的成因都有 结构的改变的 所有的疾病 驼背 虾眼 癫痫 哑巴 都有成因 结构 气质 环境的因素 是基因跟环境的互动 举例 驼背 我举个例子 结合的菌 叫这个 脊骨塌下 瞎眼 是视觉 通路 任何一处 有气质的问题 无论是 看的眼球 白内障 是视网膜的问题 是视路出了 这个问题 是中风 还是这个 长流 这些都可以 叫你瞎眼的 癫痫 是大脑 神经细胞 不正常 排电 引起的抽出 这个 涅 涅 受伤 结巴 产生这个 不正常的排电 这种 肿瘤排电 这些都是 你突然一个 50岁的人 他癫痫 你不是 先想 这个人是不是 鬼父 你先要去 检查一下 他不是有脑瘤 这些都是 我们需要 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这样 做的话 你会出问题的 亚巴 是言与神经通道 任何一处 有气质的问题 我们来看 驼背 这个人驼背 不用讨论 驼背是怎么来的 这个驼背 这个是脊椎 脊椎骨 他举例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细菌 跑到脊椎骨里面 把这个骨头吃掉了 它倒塌下来 为什么倒塌 因为一个人重 所以这个重量 把它倒塌下来 倒塌下来之后 就变成这个人会 驼背了 清楚我的意思吗 这个是气质性的改变 你说这个驼背 是鬼父的 那你要先排除 它有没有气质性的改变 瞎眼 这个是眼的网络 这个眼球 眼球的通道 到这个后脑 后脑中间有取到 任何一处断 都可以受这个受伤 都可以引起这个瞎眼 那耶稣医治这些人 是有瞎眼 是有这个 是有气质性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瞎眼的人 你先不要讲 他是不是鬼父 你先搞清楚 他是不是有气质性的改变 那现在眼末 四网末出问题 是可以用知音来治疗的 大脑论和这些地方 这个是看事情的地方 这个是听话的地方 这个是想事情的地方 这个是讲话的地方 这些地方出问题 长流血管破掉 还是其他的问题 受伤 这个你创到了头 这些事情都可以造成 你要不是看事情出问题 听事情出问题 讲事情出问题 讲事情出问题 都是有结构的功能的 我不解释了 这个是癫痫 癫痫的时候 这个小孩就身体僵硬 口吐白沫 是这样的 后来他就抽动了 好 那这个癫痫 那你现在可以做检测的 用大脑电波来检测 这个是正常的脑电波 我们每个人的脑电波 应该都是这样的 癫痫的脑电波是很乱的 你看这些排电不正常 你可以测试出来的 不一定都测得到 但是呢 应该是可以测得到 你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 气质性的改变了 那你说 耶稣那个小孩子 有这个排电的问题吗 如果去跟他做这个电脑图 会看到这个情况吗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要决定的 就是他有没有 这个Temporal loop Temporal loop是 脑子两边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生产的时候 很容易压到它 很容易压到它 压到它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疤痕 这个疤痕 就会造成排电 这个是Temporal loop的 癫痫 Temporal loop的癫痫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症状的 我不讨论了 哑巴 你要讲话 先从听话 听话来进来 听到了声音了 然后你把声音转到讲话的层面 然后你控制讲话的肌肉的运作 就帮助你讲话 任何一处 这个地方出问题 你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咬巴 好 那我们来看 理论上 鬼父叫人得病 有四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 它影响你的基因 第二个 它影响你的环境 第三 它影响你 气质结构的改变 不透过环境跟基因 第四个 它不透过任何这些机制 它直接造成这个病状 听说我的意思吗 鬼父可能有四个 造成病的可能性 第一个是 直接来造成 我们叫这个鬼父 可以这样讲 但其实呢 鬼可以搅扰你的气质结构 鬼可以搅扰你的环境 鬼可以搅扰你的基因 我们可以从这四个角度来看 一般我们看 说理论上 鬼父造成病 第一个是 直接造成病状 不透过一般发病的成因 第二 干扰气质与功能 第三 所以 如果是干扰气质与功能 那造成 产生的病 就是跟 非鬼父的病是一样的 如果鬼是影响这个环境 还是鬼影响这个基因 同样 它造成的病 就是跟非鬼父的病 是一样的 是吗 应该是这样想法 只有在第一个病的时候 鬼父的病 跟非鬼父的病 是不一样的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直接不透过发病的机制 病状跟一般一样 驼背 结构改变没有 脊椎是正常的 处理应该是排除这个歇斯底里 然后用赶鬼 如果是透过改变这个气质 还是环境 还是基因的 那跟一般的病 病状是一样的 气质结构的改变 鬼父跟非鬼父是一样的 处理应该是治疗跟祷告 清楚我的意思吗 我盼望 这个我讲到很快 我盼望 你如果能够搞清楚这个想法 那我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你要想清楚 如果鬼父的病跟非鬼父的病是一模一样的 驼背 也是大家都是因为这个疾骨塌掉 那你应该用治疗跟祷告来处理 如果你在X光上面看完全是正常的 但是他却驼背 那你怎么解释了 这个你只能排除这个歇斯底里 排除了之后 你可以跟他来赶鬼 如果鬼直接造成病状 意思说测试的结果是正常的 没有任何气质性的改变 病状跟非鬼父的病是一样的 诸如是驼背 当脊椎骨完全正常 瞎眼当眼球跟视觉网路正常等等 这个是鬼父直接造成的病 我没有见过这种的病 你见过的话 你要告诉我是不是这样 这不是一般的病 排除了歇斯底里之后 你可以用赶鬼的方法 可是如果鬼是间接干扰基因环境 还是弃直的 测试的结果跟非鬼父的病 是一模一样的 病状也一样的 那你应该照一般的方法来治病 跟祷告 清楚我的意思吗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想事情 我想了十几年想通 歇斯底里是什么 歇斯底里是有功能的障碍 但是没有刺激结构的障碍 我第一个歇斯底里的病人 是在英国的时候 看一个跳芭蕾舞的一个 很漂亮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后来脚受伤了之后 不能再跳了 她从最有成名的机会的 一个跳芭蕾舞的明星 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 虽然这个医生跟他讲 你的脚已经好了 没有我们找不到任何的问题 但是他不能用他的脚来跳芭蕾舞 这个叫歇斯底里 有功能的障碍 没有结构的改变 原因是转换 我们叫内心矛盾被压抑 因而转换为功能障碍 以功能障碍来表现内心的压抑 一部分是感觉 一部分是动力的功能 好 运动的功能 大脑的功能 这个从大脑功能的角度 歇斯底里是大脑功能的分离 讲方言是大脑功能的分离 歇斯底里这个表现 原谅我这样讲 动力转换有 动力学就是动机 动力学有转换 有生成的理由 希望借这个病征得到某些的目的 回报好处 成为这个关注自己失败的解释 回背一些被压抑的记忆 还是恋父 不得到魅力复兴的关爱 这种的动力 个性有戏剧性表演的能力 这些人比较容易得歇斯底里 现在已经很少了 弗洛伊德的时候 大部分的精神病都是歇斯底里症 现在过了一百年 已经没有人有这种的病了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了 可惜观念很难改变 我做结论 第一个结论 我相信圣经也相信鬼父 关键是鬼父跟非鬼父的病 有没有分别 非鬼父的病 有结构气质功能改变 圣经里癫症的小孩 应该是有气质性的改变的 其他就不清楚了 今天需要分辨 有没有结构气质改变 不是真论是否是鬼父 今天应该假设一切的病 都是需要治疗跟祷告的 因为没有结构气质的病太少了 不治疗的后果太严重了 这个是我的结论 今天你看到一个病人 你先不要假设他是鬼父 你要假设他是有气质性的改变的 用治疗跟祷告来处理 结构改变精神病需要治疗 因为是气质结构的一个病 治疗针对气质性的改变 如果你认为这个病是鬼间接干扰 环境基因还是大脑结根的 也可以加上赶鬼 你说你要治疗 但是你喜欢赶鬼 你可以加上赶鬼 你有赶鬼的恩赐 你尽量去用 但是不要单靠赶鬼 单靠赶鬼不能帮助精神病人 美国过去六年中有十个大规模谋杀的个案 其中一半的凶手 一半以上的凶手 是偏执怀疑症的病人 我们要很小心这个事情 你第一个是在Virginia Tech 那个朝鲜人 叫什么名字都忘掉了 杀了二十几个人 这个是精神病 他有精神怀疑症 结论为什么今天直接赶鬼 直接鬼父很少 那你说为什么旧约新约这么多鬼父 我的理解是 耶稣跟使徒的时代 直接鬼父可能比较多 可能跟神国度降临有关系 鬼可以直接鬼父 抵挡神国度的降临 用这样的方法来抵挡神国度的降临 今月后期 直接鬼父就没有再提了 提摩泰有病 保罗没有跟他赶鬼 叫他去喝酒 今天鬼的工作 一般透过干扰环境 基因和结构 一切的病 精神或身体的 都需要以治疗与祷告来处理 很可惜基督徒比较愿意 接受自己是鬼父的 反而否认 有需要治疗的精神病 好 我就听到 应该是完了 谢谢大家 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